两个男子四只眼睛对着 若是他们眼球的距离相当 他们的视线就会平行地连接着 彼此都没说话 连窗台上歇的两只苍蝇也不作声 这样又叫日盈静静地一一两份 贵姓 象高知道还是照遍地问 彼此弹开了 我去买一点吃的 春桃又向着象高说 我想你也还没吃饭吧 烧饼成不成 我吃过了 你在家我买去吧 夫人把象高拖到炕上坐下 说你在家陪客人谈话 给了他一副笑脸便自出去 屋里现在剩下两个男人 在这样情况底下 若不能一见如故 便得打个你死我活 好在他们是前者的情形 但我们别想 李茂是短了两条腿 不能打 我们得记住 象高是拿过三五年笔杆的 用李茂的分量 满可以把它压死 若是他有枪更省事 一动指头 象高便得过奈何桥 李茂告诉象高 春桃的父亲是个乡下财主 有一请地 他自己的父亲就在他家 做活和赶叫驴 因为他能描得很准的枪 他父亲怕他当兵去 便把女儿许给他 为的是要他保护庄里的人们 这些话 是春桃没向他说过的 他又把方才春桃说的话 再许一遍 见词破道 他们二人切身的问题上头 你们夫妻团圆 我当然得走开 象高在不愿意的情态底下 说出这话 不 我已经离开他很久 现在并且残废了 养不活他 也是白搭 你们同住这些年 何必拆 我可以到残废院去 听说这里有 有人情便可进去 这给象高很大的差异 他想 李茂虽然是个大兵 却料不到他有这样的侠气 他心里虽然愿意 嘴上还不得不让 这是李怡的狡猾 念过书的人们都懂得 那可没有这样的道理 象高说 叫我冒一个霸占人家妻子的罪名 我可不愿意 为你想 你也不愿意你妻子跟别人住 我写一张修书给他 或写一张气给你 两样都成 李某微笑诚意的说 修 他没什么错 修不得 我不愿意丢他脸面 卖 我哪有钱买 我的钱都是他的 我不要钱 那么 你要什么 我什么都不要 那又何必写卖器呢 因为口奖无凭 日后反悔 倒不好了 咱们先小人 后君子 说到这里 春桃买了烧饼回来 他见两人谈得很投机 心下十分快乐 近来我常想着 得多找一个人来帮忙 可巧茂哥来了 他不能走动 正好在家管管事 捡捡纸 你当跑外卖货 我还是当捡货的 咱们三人开公司 春桃另有注意 李某让也不让 拿着烧饼往嘴里送 像从恶鬼世界出来的一样 他没工夫说话了 两个男人一个公司 开公司 本钱是你的 像高发出不需要的疑问 你不愿意吗 夫人问 不不不 我没有什么意思 像高心里有话 可说不出来 我能做什么 整天坐在家里 干得了什么事 李某也有点 不敢赞成 他理会 像高的意思 你们都不用着急 我有主意 像高听了 伸出舌头 甜甜嘴唇 还吐了一口唾沫 李某依然吃着 她的眼睛 可在望春桃 等着听她的主意 剪烂纸 大概是 女性中心的 一种事业 她心中 已经派定李某 在家把旧邮票 和纸烟盒里的 画片剪出来 那事情 只要有手有眼 便可以做 她合一合 若是天天有一百几十张 烟卷画片 可以从烂纸堆里 剪出来 礼貌每月的伙食 便有了门 邮票好的和罕见的 每天能剪的两三个 也就不赖 外国烟卷在这城里 一天总销售 一万包左右 只包的百分之一 给她捡回来 并不算难 至于向高 还是让她 捡名人书长 或比较 可以多卖钱的东西 她不用说 已经是个行家 不必再受指导 她自己干那 吃力的工作 除去下大雨以外 在狂风烈日底下 是一样的出去捡货 尤其是在天气不好的时候 她更要工作 因为同业们 有些就不出去 她从窗户望望太阳 知道还没到两点 便出到民间 把破草帽扔就戴上 探头进房里 对向高说 我还得去打听 宫里还有东西 出来没有 你在家招呼她 晚上回来 我们再商量 向高留不住她 便由她走了 她几天的光阴 都在静默中度过 但二男一女同睡一铺炕上 定然不很顺心 多夫制的社会 到底不能够流行得很广 其中的一个缘故 是一般人还不能摆脱 原始的夫权和父权思想 由这个造成了风俗习惯 和道德观念 老实说 在社会里依赖人和掠夺人的 才会遵守所谓风俗习惯 至于依靠自己的能力 而生活的人们 心目中并不很看重这些 像春桃 她既不是夫人 也不是小姐 她不会到外交大楼去跳舞 也没有机会 在隆重的眼里上当主角 她的行为 没人批评 也没人过问 纵然有 也没有窃骨之痛 监督她的只有寻警 但寻警是很容易对付的 两个男人呢 向高诚然念过一点书 含糊地了解些圣人的道理 除掉些少名分的观念以外 她也和春桃一样 但她的生活 从同居以后完全靠着春桃 春桃的话是从她耳朵进去的维他命 她得听 因为与她有利 春桃叫她不要嫉妒 她连嫉妒的种子也都毁掉 李茂呢 春桃和向高能容她住一天 便住一天 他们若肯认她做亲戚 她便满足了 当兵的人 绕力要丢一两个妻子 但她的困难也是名分上的 向高的嫉妒虽然没有 可是在此以外的种种不安 恒往来于这两个男人当中 暑气仍没减少 春桃和向高不是到汤山或北戴河去的人 他们日间仍然得出去谋生活 李茂在家 对于这行事业可算刚上了道 他已能分别 哪一种是要送到万柳堂或天宁寺去做操纸的 哪一样要留起来的 还得等向高回来鉴定 春桃回家 赵丽还是向高伺候她 那时已经很晚了 她在明鉴里闻见文烟的气味 便向着坐在瓜棚底下的向高说 咱们多会儿点过文烟 不留神 不把房子点着了才怪力 向高还没回答 李茂便说 那不是熏文字 是熏晦气 我央留大哥点的 我打算在外面地下睡 屋里太热 三人睡 实在不舒服 我说桌上这张红帖子又是谁的 春桃拿起来看 我们今天说好了 你归刘大哥 那是我立给他的气 声从屋里的炕上发出来 哦 你们商量着怎样处置我来 可是我不能由你们派 他把红帖子拿进屋里问李茂 这是你的主意 还是他的 是我们俩的主意 要不然我难过 他也难过 说来说去 还是内话 你们都别想着 咱们是丈夫和媳妇 成不成 他把红帖子撕得粉碎 气儿有点粗 写十几块钱做个彩头 白送媳妇给人 没出息 你把我卖多少钱 买媳妇就有出息 他出来对向高说 你现在有钱 可以买媳妇了 若是再给你扩一点 别这样说 别这样说 向高拦住他的话 春桃 你不明白 这两天 同行的人们直笑话我 笑你什么 笑我 向高又说不出来 其实他没有很大的成见 春桃要怎么办 十回有九回是遵从的 他自己也不明白 这是什么力量 在他背后 他想着这样该做 那样得照他的意思办 可是一见了他 就像见了西太后似的 样样都要听他的遗旨 哦 你到底是念过两天书 怕人骂 怕人笑话 自古以来 真正统治民众的 并不是圣人的教训 好像只是 打人的鞭子 和骂人的舌头 风俗习惯 是靠着打骂为持的 但在春桃心里 像已持着 人打还打 人骂还骂的态度 他不是个弱者 不打骂人 也不受人打骂 我们听他叫醒向高的话 便可以知道 若是人笑话你 你不会揍他 你露什么气 咱们的事 谁也管不了 向高没话 以后不要再提这事吧 咱们三人就这样活下去 不好吗 一屋里都静了 吃过晚饭 向高和春桃 仍是坐在瓜棚底下 只不像往日那么 爱说话 连买卖经也不念了 李茂叫春桃到屋里 劝他归给向高 他说男人的心 他不知道 谁也不愿意当王吧 战人妻也不是好名誉 他从腰间拿出一张 已经变成暗褐色的红纸铁 交给春桃 说 这是咱们的龙凤铁 那晚上逃出来的时候 我从神龛上取下来 揣在怀里 现在你可以拿去 就算咱们不是两口子 春桃接过那红帖子 一眼不发 只注视着炕上破席 他不由自主地坐下 挨近那残废的人 说 冒哥 我不能要这个 你收回去吧 我还是你的媳妇 一夜夫妻 百日恩 我不做缺德的事 今天看你走不动 不能干大活 我就不要你 我还能算人吗 他把红铁也放在炕上 李茂听了他的话 心里很受感动 他低声对春桃说 我瞧你乖喜欢他的 你还是跟他过日子好 等有点钱 可以打发我回乡下去 或送我到残废院去 不瞧你说 春桃的声音 滴下去 这几年 我和他就同两口子一样活着 样样顺心 事事如意 要他走 也怪舍不得 不如叫他进来商量 瞧他有什么主意 他向着窗户叫 相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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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一点回音也没有 出来一瞧 相哥已不在了 这是他第一次晚间出门 他愣一会儿 便向屋里说 我找他去 他料想 相哥不会到别的地方去 到胡同口 问问老吴 老吴说 往大街那边去了 他到他常交易的地方去 都没找着 人很容易丢失 眼睛若见不到 就是渺渺茫茫 无寻觅处 快到一点钟 他才傲丧地回家 屋里的油灯已经灭了 你睡着了 相哥回来没有 他进屋里掏出洋火 把灯点着 向炕上一望 只见李茫把自己挂在窗帘上 用的是他自己的裤带 他心里虽免不了 存着女性的恐慌 但是还有胆量 紧爬上去 把他解下来 幸而时间不久 用不着惊动别人 轻轻地腐柔着他 他见此苏醒回来 杀自己的身 来成就别人 是狭义的精神 若是李茫的两条腿 还存在 他也不必出 这样的手段 两三天以来 他总觉得自己 没多少希望 倒不如毁灭自己 叫春桃好好地活着 春桃与他 虽没有爱 却很有义 他用许多话安慰他 一直到天亮 他睡着了 春桃下抗 见地上一些纸灰 还剩下 没烧完的红纸 他认得 是李茫 曾给他的那张 龙凤铁 只望着出神 那天 他没出门 晚上 还陪李茫 坐在炕上 你哭什么 春桃见李茫 热泪滚滚地 滴下来 便这样问他 我对不起你 我来干什么 没人愿你来 现在他走了 我又短了两条腿 你别这样想 我想他会回来 我盼望他回来 又是一天过去了 春桃起来 到瓜棚摘了两条黄瓜 做菜 草草地烙了一张大饼 端到屋里 两个人同吃 他仍旧把破帽戴着 背上篓子 你今天不大高兴 别出去了 李茫隔着窗户 对他说 坐在家里 更闷得慌 他慢慢地 躲出门 做活 是他的天性 虽在沉闷的心境中 他也要干 中国女人 好像只理会生活 而不理会爱情 生活的发展 是他所注意的 爱情的发展 只在 盲闷的心境中 沸动而已 自然 爱只是感觉 而生活 是实质的 整天躺在紧帐里 或坐在幽灵中 讲爱情 也是从皇后船 或总统船运来的 知识 春桃既不是 弄朝儿的姿妹 也不是闭眼狐的学生 他不懂得 只会莫名其妙地 纳闷 一条胡同过了 又是一条胡同 无量的尘土 无尽的道路 涌着这沉闷的妇人 他有时嚷 烂纸 换羊取灯 有时 人路边一堆 不用换的旧报纸 他都不捡 有时该给人两盒取灯 他却给了五盒 胡乱的 过了一天 他随便着 天上那般 只会嚷嚷和抢吃的黑衣党 慢慢地夺回家 仰仰头 看见新贴上的户口罩 写的户主是刘向高 七刘氏 是他心里更闷的厉害 刚踏进院子 向高从屋里赶出来 他瞪着眼 只说 你回来 其余的话 用眼泪连续下去 我不能离开你 我的事情 都是你成全的 我知道你要我帮忙 我不能无情无义 其实他这两天 在道上慢散地走 不晓得要往哪里去 走路的时候 只像脚上扣着一条 很重的铁料 那一面 是扣在春桃手上一样 家里到处都遇见 还是他好的广告 心情更受着 不断地搅动 甚至饿了 他也不知道 我一同相哥说好了 他是户主 我是同居 相哥照旧帮他 卸下老子 一面替他 抹掉脸上的眼泪 他说 若是回到乡下 他是户主 我是同居 你是咱们的媳妇 他没有做声 直进屋里 脱下衣帽 行他每日的洗礼 卖卖金 又开始在刮棚底下 念开了 他们商量 把宫里那批字纸 卖掉以后 相高便可以在市场里 摆一个小摊 或者可以搬到一间 大一点点的房子去住 屋里 斗大的灯火 叫从窝棚飞进去的一只 油葫芦扑灭了 李茂早已睡熟 因为银河已经低了 咱们也睡吧 夫人说 你先躺去 一会儿我给你捶腿 不用了 今天我没走多少路 明儿早起 记得做那批买卖去 咱们有好几天不开张了 方才 我忘了拿给你 今天回家 见你还没回来 我特意到天桥去给你 带了一顶八成新的帽子回来 你瞧瞧 她在岸里摸着那帽子 要递给她 现在哪里瞧得见 明天我戴上就是 院子都静了 只剩下 晚相遇的香 还在空气中游荡 屋里微微的可以听见 媳妇和 我不爱听 我不是你媳妇的对待